為您超過最新消息 台北捷運再度接獲了恐嚇信件 早上七點多 人員接獲了郵件之後是立刻報案 不排除和前一天是同一人所為 內容是威脅 要放置炸彈 那北捷已經連續兩天接到了恐嚇信 又在春捷運量高峰 台北市政府已經指示捷運警察隊要加強巡檢 事實的提升偉安